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來求這個樹它的整數部分 這個中括號代表這個樹的整數部分 那怎麼做 我先把這個東西 把它給有理化 怎麼有理化 這個東西怎麼給它有理化 我看 這個16 減掉6根號7 6根號7的話 可以選多少 2根號9乘7 一個3拿進去 那9加7剛好是16 所以這個可以完全平方 這是根號9的平方 9加7是16 加根號7的平方 要減掉2倍的根號9 乘以根號7 這1平方加2平方減掉2平方 所以這是 根號9 減根號7 的平方 然後你給它開根號以後 這個又等到多少 等於根號9 減根號7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那這個呢 這個分之1 也就是說 這個16 減6 根號7 分之1 這個是等於 根號9 減根號7分之1 那我現在要留理化 上下乘以根號9 加根號7 就2分之 根號9 加上根號7 加上根號7 那現在呢 要求這個整數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來考慮這個 考慮根號9 加上根號7的平方 考慮這個數 這個數是16 加上根號 加上根號 97 63 就9乘7 97 63 但是呢 這63的話 它是小於多少 88 64 小於那個 64 大於多少 77 49 給它開根號 63 小於8 大於7 然後我全部給它加16 16 加根號63 小於多少 加16的話 這個就24 再加16的話 這個多少 23 好 這一個 它是介於23跟24之間 23跟24之間 那我現在兩邊給它開根號 兩邊開根號以後 開根號 然後 這個給它開根號 那這個它介於多少 它小於多少 小於25 那大於多少 416 好 那我現在給它開根號 開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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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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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的話 它小於5 大於多少 大於4 這個數 它是小於5 大於4 就是說 根號 9 加根號 7 小於5 大於4 然後這給它除以2 除以2 除以2 所以這個 這個我叫A 好了 這個數字叫A 那A的話 它是小於2.5 大於多少 大於2 所以這2點多 那這A的話 就是A 這A 這A的話 2點多 所以它整數部分就是2 整數部分就是2 這2點多 整數部分就是2 所以答案是2 4 0 2 2 1 3 4 3 4 4 1 1 2 2 2